LVR其实呢就是那个Long to Value Ratio 就是现在目前的现状呢 就是自住的首次买家 你至少有20%的首付 投资房的话你至少有30%的首付 也就是说100万的房产 如果你是自住的话 你至少需要提供20万的首付 如果你投资房的话 你需要提供30万的首付 通过这样的控制呢 在这个LVR推出之前 其实首付的比例是没有一个明确的限制的 只要商业银行觉得你这个人收入还可以 他就可以无限制的借钱给你 这就导致了一个投资者 他可以没有首付就可以去直接买房 对于一些首次购房者 他也可以不需要首付 只要他的收入够 他就可以去贷款买房 这样就导致了房价的飞速增长 然后央行一看这个不行 在很多的这种工具的进行对比之后 他们就引入了这个LVR的政策 然后就过去的历史表现上看 这个LVR也是起到了一定的 对于房价的这个控制的作用 所以现在这个现状它就是投资30% 自助20% 但是其实有一些豁免 包括KVBO它是有只有 你可以只有5%的首付你就可以去买 因为它针对的是另一群的人群 并且KVBO如果获利的话 你是要把这一部分的收入去交税的 所以他不太担心这种KVBO这种低价的房产 被大家拿去分潮 保障房它是一种 对等于是保障房 然后最近为什么说这个央行 它想要取消这个LVR呢 其实就是在于 就是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吗 因为这个新冠疫情 很多人都失去了它的这个收入 你对于一个投资买家 或者是说是自助买家来说 影响他去不去买房呢 其实不是说现在利率高 或者现在利率低 而是他有没有这个收入 这其实是一切的基础 如果他没有了收入 他就根本就是没有办法说去买房的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因为政府其实最近 他推了一整系列的这个 等于是疫情的救援房 除了这个在这个LVR央行 提出这个LVR取消之前 其实政府提出了 就是要求了这些商业银行 对于所有的贷款人 是提供六个月的Mortgage Holiday 相当于六个月你不用还这个房贷 并且是相当于这个是硬性规定 给了所有的商业银行 并且在过去的 就差不多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就有七万多人去银行 去咨询了这一项业务 然后央行它 新西兰央行的它的工作的主要的目标呢 其实有一个就是叫做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性 怎么样叫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性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08年的金融危机的时候 其实这个危机是防贷 大家还不起防贷导致的 转天就说 其实银行那边出了问题 导致的后面的一系列所有问题 也就是说这个金融系统的稳定 其实对于整个经济都是非常的有意义的 如果并且前几天我们也一直在聊 在这个整个一个一个周期里 其实金融系统它其实就是提供了一个贷款 提供这个杠杆的这一方 所以呢如果保证了金融系统稳定 才能说我能度过这个危机 才能说这个失业率不会每人的提升 所以呢央行在这时候他发现 因为在此前的规定里 LV2是有限制的 如果说比如说我今天借款从 我首付了20万 然后借款从银行买了一套房子 从外面买了一套房子 从银行那借款 100万的房子 首付了20万 借款了80万 然后等现在 如果说这次疫情冲击 导致这个房价下跌 比如说房价跌去90万了 我仍然只能贷款80% 那就要补了 补气光圣经 我就要补齐我的在银行那里的首付 对对 这样才能说银行它 保证银行它没有过多的放贷给我 对对对 对于投资者来说 也是这样的 并且尤其是在这种比较雪上加霜的情况下 因为大部分租客都能从政府那领导去福利 但是并没有一个说直接的福利从政府那拨给房东了 虽然政府一直在 就是政府一直在呼吁 每一个房东都要给租客来解压 但是其实在另一边同时呢 其实这些房东他并没有获得相应的解压 除了那个六个月的repayment holiday 但是这个六个月的holiday等于是欠的钱变得更多了 其实对于如果你是一个比较精明的投资人的话 你其实就会发现 那我现在不如我把这个房子我可以卖掉 这样会导致大批量的房子 就是原本可以 原本可以在手里继续拿着的人 他这个房子现在上市 这个毫不疑问的是会对房价造成很显著的下行压力的 卖盘突然大了 卖盘突然大 买盘突然少 大家就可以参考一下 就是前两天那个油价 国际园员5月份的合约 卖房富商大买盘还是那么点 虽然说那个付的40美元的时候成交就几千手 但是这个对于整个经济 昨天晚上的美股其实也是基本上就是崩了 08年的金融危机 其实最早的表现也是油价先挑水 然后美股挑水 然后所有人一起挑水 对 但是这个房价 他就是在这种所有投资品里面 他相对来说还是 年性是比较高的 对对对他是有比较年性的 他要是往他往下掉的 他掉的时候会很流动性比较差 因为很慢 你现在上市卖房你至少也得要三周 现在因为lockdown你基本上你至少是四周 但下周解分了 你才可以说就是找个人来给你家拍拍房子 然后你才可以说 我上市卖房让人来看房这样那样的 对一个是他流动性比较差 还有一个就是其实他他能产生现金流嘛 他不像黄金拿着就是你还得修个保险柜 除非遭遇那种特别糟的族客他就是不付族你也没有办法赶走他 不然的话其实对于现金流其实还是比较稳定的 对对对 所以你刚刚说这个LVR现在是这个政策 意思就是咱们不用担心说让咱们补齐这个保证金筹码了 是那意思吗 对对对 但是很多人呢 昨天呢我们这个新闻发出之后很多人就解读 是不是我现在可以零首付毫不绝致的去卖房 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啊 因为央行他目前只是一个体制 虽然只给了一周时间让大家来费败 就是央行很有可能就是强力推行这个东西 但是其实央行他并不是直接对所有人进行贷款的 这一个终端的零售银行 他更多的是给了零售银行这一个指导 最后决定你能不能申请到贷款的 其实不是央行是这个具体的零售银行 比如说ANZ ASD 虽然确实像现在ASD银行 他其实除了这个不仅是像他采用了 就是采取了央行提供这个LVR 并且你在去申请房贷的时候 他会给你算一个你的收入和你的这个贷款的比例 一般其实他们内部也是有一个比例 并且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service rate 就是现在房贷利率很低嘛 只有3% 但是银行测试你还贷能力的时候 他其实最多可以测试 比如说6% 7% 他发现这样的时候 你还还得起贷款 他才会把钱借给你 因为央行对于所有银行 还有一条规定是一直没有变的就是必须要做负责任的信贷 什么意思呢 就是银行不能借给 没有偿还能力 他还不起的钱 对 对这一条其实也是 就是给LVR解净做了一个基础 因为即使LVR解净了 如果你的收入不够 或者说如果你 你确实失业了 银行不可能说你不需要首付 还是可以去继续买房的 这还是违背了他一些其他的原则 对其实首付比例没有变 对吧 还是 其实首付比例 只是不写在明面上了 但是他们银行一定还会实际上会采取一个 就是不能说出来的要求 就像现在的这些贷款收入比例一样 他给你 比如说你一个最低工资 他只给你预期个30万的贷款 他不可能说因为LVR取消 就给你去贷款50万 让你去买一套50万的房产 还是同样的道理 对 就是说其实政府指导的最低额 就是在首次贷款的时候 也是一样吗 也是就是 就是首次贷款的时候 就是比方说首次买 就举个例子 比方说首次买投资房 然后他现金流还在 就是这个 当然对于这些人他其实有一个帮助的 就是对于那些首次买投资房 因为他其实本身也有一套房了 然后他又有比较稳定的现金流 这样的话 其实可能就能省下他一部分 涨那个新的房产 那个deposit 就是新首付的 第二套房的首付的那个时间 具体怎么解读 这么理解吧 就是这部分人其实他可能会从这个政策里受益 因为他本来可能他的贷款能力是有的 他只是攒首付的能力不足 现在他可能会收益到这一部分政策 但是这个其实对于首次买家 其实意义不太大 就是首次住房买家 就买自住房的 因为你本来也就可以去申请TV bill 申请那个first home buyer的那些条件 获得5%的首付比例就可以 其实银行他即使是放松 完全放松IVR 也不可能说你的首付低于5%这个比例 不然的话他银行出现的风险 央行是要帮银行兜底吗 对 这个那举个比较现实的例子 就是比方说 比方说现在我 比方说我打算买60万的投资房 按照以前我要付18万的首付 对 现在呢 现在就是我会比18万 就是银行要求我付的首付 现在可能会少 但是具体还是仍然取决于你的收入情况 如果你收入比如说 和这套房的租金回报对吧 租金回报一直都是打折的 所以其实主要还是看你的总理的收入 就是包括了这一套房 potential的这个潜在的这个租金回报 一般打个七折 比如你这套房租周租400 周租500 然后你每年再扣上各种税 你可能到手2万 银行再把你这个2万 再打个七折 来算你的黄贷能力 因为还是那句话 就是央行的 央行的这一政策没有变 就是你银行 私人银行也零售银行 它不能借出借款人还不起的贷 对这个是避免就是这个 说这个居民带位杠杆率太高吗 对不对 对这才其实是避免说叫居民这个带 杠杆率比较高的一个主要主要的工具 另外其实像很多套投资房的投资人 他以前的时候可以通过就是比如说 把我旧的这些房产 因为随着时间的迁积旧的房产 它的价格出现了增值 不止增加了 然后其实他就可以等于是把所有的这些都放到同一个银行 他其实本质上就可以绕开这个LVR的限制 因为我别的估值增加了 当然我的贷款没有增加 现在我就可以多带一点 别的房子多带一点 拿来做这套房的手术 就是全部打包成一个贷款里边 银行就放在一起 对 其实更多的可能还是对于就是银行 央行他希望就是首次买家 他能够在这种比较不稳定的时候 仍然有希望他就获得自己的首套自住房 因为这个LVR以前拦住的更多的是这种首次买家 就以奥克兰为例 一套就是比较中位价的房产 他其实是需要一对夫妻 涨15年的他的这种 就是比较不会省钱的夫妻 他需要涨15年才能涨出这一套房的首付 他的收入其实是够的 当然现在可能他就是我想买 所以我就能买了 不需要再说再去涨这个15年 尤其是对于这些收入比较好的这些家庭来说 就是比方说中位 比方说咱就按100万算 他之前要首付20万 现在他的首付如果他收入够的话 对 他贷款能力可能是100万 就这个家庭他的贷款能力是100万 但是他以前可能为了涨那20万首付 他要涨个5年6年 当然现在他就可以直接 比如说我涨了一年 付一部分 很少的一部分首付 就可以直接把这个房子买下来 然后住进去 对 但这个可能会比20万少 但是一定会比0多是这意思吗 他不会是到0 一定会比0多 不会到0那么夸张的 对 因为其实还是那句话 负责任的信贷 他是不可能说借你还不起的钱 然后并且他一定 银行是会先把自己的这个风险考虑在前面 这个政策他不像六个月的repayment holiday那么强制 因为就是所有银行都推出了六个月的repayment holiday 但未来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两个银行会推出零首付的这种产品 当然一定不会是澳洲四大银行的那个主流选择 至少在目前的环境上 就是一些个别银行针对特定人群的一些产品可能会有 对 对 对 就会像就是之前的那个first home buyer loan一样 虽然那个就是只有5%的首付要求 当然必须要求你去买新房 然后必须要求你有别的很多的一些限制 对 对 对 大家也不用太过于就是对于这个LVR解禁政策乐观解读 因为央行它放出这个政策其实更多的是一种 它是出于对于金融系统稳定性的担忧 而不是说之前它其实也是担忧 当然那个担忧是担心房价过快增长 现在担心的是它是房价过快下跌 它是希望能够有一个比较软着陆的情况 因为这个和这部分其实是保住那些想要买房 但是没有买房的人 再加上之前政府推出的6个月的repayment holiday 是保住那些已经买房 但是偿还能力出现问题的人 这样其实就可以把市场上大部分就是 不稳定因素都给稳定下来 对 其实他还是怕就是本来这个市场就不好了 然后以后我非要逼着你补脚这种问题 你补脚市场更不好了 最后就环环相到环环相到 最后自己也得到好处 就像其实这种事情其实在香港之前有发生过 就是当时97年金融危机的时候 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 其实就发生过 就是大家一看我可能当时市场好的时候 我接了款然后就买了房 然后现在这个房价一跌 我发现我的那个本金都赔没了 并且我成了负资产 然后这种情况大部分人其实08年也发生过 就是很多那个刺激带的买家 他发现我这个抵押物赔没了 然后我还负资产 那我就直接就就潜逃了 对我就选择违约好了 对他是怕这种大规模违约现象的出现 对其实还是就是说 他的意思就是说是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用那个比较流行的 大家一起攻克时间了 攻克时间了 我也别把你逼太急了 慢慢来 对对对 就是虽然说是有危险也罢了 就是咱是如履薄冰 咱就别站着走 咱一起都爬下 慢慢就过着这个薄冰 大家都都好了 你我也不要为难你 你也别就是害怕了 你也就放过我 对对对 就这时候可能 跟楼子其实是放过我 其实在之前 其实央行他们还有考虑过 就是推行像DTR这些政策 虽然最后DTR并没有实际上的执行 就是debt to income ratio 也是就是相当于借贷与收入的比例 虽然央行没有推行 但是银行它其实自己内部 一直是有一个比例的 有一些银行它可能是7 有一些银行是5 而其实总体大部分就我了解的 就可能跟了有 阿康斯哥借口人聊过 他们的比例大概都在4到5之间 他的借款比例是在 是是他的年收入的4到5倍这样 其实这是一个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安全的一个范围 它是就是消费 消费后他会他他大概会算你一个消费值 他是你的总收入的税后总收入的吗 还是说没有你那个是其实是另一方面 银行还会算你的黄贷能力 黄贷能力其实是基本上它是等于是算你每个人的 你每一个家庭它的expense 有一些他会通过就是你申请朋友说 他要求你提供你的那个 应该是叫银行对账单给他看 然后对他从通过你的应该对账单 分析你的每周的这个expense是多少 但是对于大部分家庭 他好像每 总体来说其实是一个比较 他一个均值 中允的一个 对比较一个中允的一个数值 并没有说很高也没有很低 但是对于那些就是信用卡额度比较高 高的尤其是经常不还信用卡的 他其实在这一步审核里 其实是比较吃亏的 对你要说那个4到5倍是减掉这个之后的 还是就是直接是总体 税后的 应该是税前 税前的4到5倍是贷款足了 对对对 一般是这个比例 就很少就是说超过6的 总体上 大家也可以根据这个算一下 就是到底是不是 对算一下自己的那个贷款的 自住房对吧 如果投资房的话 可能还加上这个房本身的一个收益在打折 对吧 对对 就是一个专业的 主资房的话基本上收益打折 其实70%这样 打个7折 这是一般传线的做法 当然这个其实每个银行自己 他内部有具体的核算系法 叫核算方法 他所有银行的员工也不能 他即使告诉我 我也不能直接给大家这个东西给大家讲出来 对对 只是大约是一个比例 对对 咱们就是一种政策解读嘛 如果说咱有时间的时候 因为咱这个节目要继续往后发展 咱们可以请一个资深的吃牌的一个broker来给咱们具体的就是咱们再汇总一下这个观众的问题 具体的就对你是什么样的投资房在哪个位置多少钱估值多少 咱们就拿一两个模型进来跟大家详细算一算 可能那时候大家也觉得会更好 所以如果你有这种问题 留言一定 就是你在各种平台上你就留言 不花钱 我们收留言都免费 对 收留言回答你的留言全都是免费的 对对对 千万不要不好的意思 中英文都行 你说我这个 英文不好你就写中文 如果中文不行你就写英文 都是都可以 中文英文都可以 简体字也可以 繁体字也可以 都可以 对 其实就是本地啊 就是其实最近我们可以看到啊 就是政府啊和央房啊 他都出行出台了很多这种政策来保保证和维持这种新西兰金融系统的稳定 包括说就是那个wage subsidy 就是工资补助 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别的额外的补助 包括像给中小企业的那一些抵押贷款 就是政府承担80%的风险 银行承担20%的风险 然后还有对那些就是商业 商业地产的物主再次就是推出了这个商业物业的折旧 这个费用 你还可以算到你的开支里去 来减免你的税务 还有包括像对于小企业主 他今年的这种亏损 可以算把它累积到去年的那个盈利里去 然后获得去年那个多交税的退税 对付扣退税 这样其实总体来说本地银行他其实已经有做了很多 但是其实还是有很多业内人士对于这个银行和央行和政府 他做的这些政策不是特别满 那比如说Kibbank Kibbank是新西兰政府的国资银行 Kibbank的他首席经济学家加日克尔他就认为 其实政府应该全民发钱 就像美国一样 大人发1200小孩发500 但是他觉得新西兰应该是 不论大小 每个人一次性发1500来促进 大家消费来帮助经济发展 其实像国内很多地区他也在发这个消费券 对吧 来帮助这个经济发展恢复 其实像新西兰其实我觉得也是可以考虑这些政策的 这个是通过增加资质的方式来发听 还是说什么方式 总体其实还是相当于政府赤字 就像美国毫无疑问 最后还是拿水人买单 不可能 政府他其实并没有说凭空变出来钱 对 可能就不了明改词了 继续 聊一聊新西兰其实还好 新西兰政府其实虽然有很多补助 但是我觉得短期来看其实还是不太够 总体而言 因为对于最直接的这种补贴 只有那个580 对于全职员工的那个500多 一周对于兼职的那一点很少的一些资金补助 剩下都是间接一些通过税务方式上的一些操作 来把这个钱给返到每一个个人来说 对 他这个可能无差别补贴的话 可能我觉得这个就落实到 这个在位的人来说的话 执政制裁钱 他肯定就是怎么讲 我认为他是先为票仓的人去他就因为对吧 也快到这个大选季了 他肯定会用他这些赤字尽量的为他票仓里面的人去去去去去去去做一些承诺 或者什么就你说这种大范围的去做的话 可能他有他的顾虑和想法 而且这种的话可能就是呃 大家会认为呢 你这个就是你这个亿万富翁家里都富的流油的 你也给他一千五 就吃不上饭 撒月没揭开锅了 你也给他一千五 这个是不是对对 这个可能就是虽然美国那么做 但是争论也在啊 但是总体来说是通过赤字这样做 最后可能还得大家共同来买单 共同来买单 是的 是的 最近这一次疫情 其实就是今年大选 我觉得国家党的营免又惨淡了一些 嗯 就咱们可能就聊财经吧 咱就聊财经 还是聊这个财经 对对 在这个疫情之前 新疆的财经也是 就是整个财政也是非常健康啊 赤字率不到20% 在整个俄台课国家来说 就是OPCC国家来说 都是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 健康啊 你想说OECD是吧 OECD sorry 嗯 对 是比较健康的 对 整个OECD来说 整个就是非常的健康 然后在这个疫情发生之后 加上也很快的就推动了300亿的这个QE 嗯 对 然后也和美国美联储联动去换了300亿美元回来 来保证新西兰这个资产其实是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 然后最近这个新闻其实也出来了 就是美国富豪就看美国疫情这样的就飞来新西兰躲到它那个地宝里 对 新西兰其实在这点上其实因为它是一个对你在地图上看它这个孤璇与南半球的一个一组岛屿 它这种情况下其实如果说控制的好的话它其实 尤其是进行目前看来是控制的比较好的 所以说对于它的国际形象其实有很大的加分呢 尤其是基本上那些比较发达的经济体啊都是深受其害 就是你像像整个欧盟的三加码车基本上全线熄火 对 但是这个全球是一个村呢 就大家你对这个很难就是独善其身 因为新西兰的这个主要产品还是靠出口的 它是一个出口倒下性的 包括这个货币也是 如果这长期一往这样下去 也没有好日子过 只能说在这个短期内可能你能觉得 目前还可以 率先比别人进入一个相对安全的时期 但如果大家都不好 可能大家也就 谁也好不了啊 可能就是 像今天说咱这咱就说这个可能大家比较关心就是我到底 该不该买房子这个账怎么算 可能也是一个非常 非常因人而异的一个问题对吧 就是对对 是 而且是每个人的收入情况不同 并且他的资产情况也不同 比如说 我跟你俩人其实都有很大的差异 并且我们大家的分行偏好也会不一样 对对对 所以其实 今天 我们节目里的言论只代表个人观点 也不构成投资建议 对对对 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还是要再强调 还是要再强调也 我们主要就是给你提供一个思路 就是你从这些角度里面去看一看 我们帮你解读一下这个证词 如果我们有说的不对的地方 你可以留言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里面有什么详细要问的问题 咱们可以共同探讨 总之就是 刚才房哥说的就是这个 银行不应该借给你一笔你未来还不起的钱 那作为借款人 可能咱们也要考虑就是 咱们是不是应该借比咱未来还不起的钱呢 就可能还是这样的 那银行怎么评估你 你就自己评估一下自己 现金流是不是够 利息有没有可能上升 是的 对不对 然后你的花销可不可能变大 对不对 对 总总你把这些银行要省你的东西 你自己全省一遍发现 哎呦我就是优质贷款人 我一堂贷我一千万都应该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借偿债 对吧 你觉得是投好的产品 你收了又有现金 对 那你自己就根据你的风险 变好去做 你一算发现 我要是银行 我万物都不放给你 那你还是老老实实的 先解决自己 这个网络收入增加的问题 扩大自己现金流的问题 对 是的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大约就到这里 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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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